南南西大科技公司的員工不滿 他們的老闆總共欠薪百萬元 那麼其中有一位員工 他是三寶爸 這公司欠他的薪資 還有獎金加起來就有三十五萬元 儘管經過勞工局協調 分期給付還跳票 他就在元旦的時候 前往這位雇主捐款新建的寺廟 抗議說有錢蓋廟 卻讓自家的員工水深火熱 然這名雇主置之部裡 開著賓士車就要離開 這名三寶爸很難過 他高喊說老闆沒有良心 我沒有錢買奶粉了 在事件曝光之後 這名雇主態度大轉變 已經同意支付 雞欠員工的三十四萬元 男子以肉身擋車 向車子裡的老闆 索套雞欠的薪資和獎金 不要這樣啦 真的啦 原檢擔心有危險 軟硬間失勸離 但男子態度堅決不放棄 我要要我的小孩啦 我小孩要錢啦 我沒有錢買奶粉啦 男子為了生活或出去了 老闆卻還是開著賓士車揚長而去 老闆 你沒有良心啊 男子情緒激動 他是台南一家科技公司員工 元旦這一天 他來到台南安南區這間寺廟 抗議老闆有錢蓋廟行善 卻不顧員工生計及錢工資 三寶爸表示為了養家 多次拜託老闆補發獎金 就連妻子臨盆他還在產房外敢專案加班 但錢還是拿不到 老闆有錢去蓋廟 然後但是卻讓我們員工 就是水深火熱 當事人指控公司寄欠勞保費 沒有提拨勞退金 連同獎金和資遣費 總計積欠35萬元 但雇主一概否認 表示和員工只有獎金正義 來申請調解 調解都有成立 然後調解成立的話 金額是14萬 那雇主也同意說給 又六個月的時間就是分期給他 可是現在就是雇主跳票了 就在事件曝光後 老闆態度大轉變 同意給付總共34萬元 等於完全答應員工請求 三寶爸為了家人的抗爭 才終於有了回報 記者楊文華談談報道